哈喽,大家好,我是YK 这一期为大家带来一道我母亲常煮的阿上虾 这道菜原本是黑黑的不太好看 所以我改变了它的调味料 让它的颜色更加好看一些 欢迎收看YK频道 请帮我按赞和订阅一下哦 然后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当我有新作品推出的时候 它会第一时间的通知你哦 让我先介绍一下材料吧 我们会用到12只中型的老虎虾 还有这道菜的主要味道 80克的阿上糕 阿上糕正确的名称为罗望子 这里有一些关于它的简介 好的,感谢你耐心的把它给看完 在东南亚市场上很容易买到以上两种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经过加工处理的 比较方便使用 这种调味料很便宜 下次有机会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不妨考虑买几罐回去哦 还有五颗蒜拌 四条小辣椒 一粒大葱 两汤匙的番茄酱 两汤匙的辣椒酱 还有两汤匙的白砂糖 当然你要用其他的糖也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茶匙的盐巴 没错 这道菜所需要的材料就是这么的简单 我们来处理罗望子吧 加一碗的清水 然后把它搅拌 让果肉完全溶于水中 大概是这样子就好了 接下来就把果盒跟一些残渣取出 这些残渣放置一旁不要丢掉哦 因为等下我们要拿来腌制虾子 清理干净后的阿萨糕 把糖加入 然后辣椒酱和番茄酱也加入 阿萨糕里头 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这个酱汁就放置一旁备用 然后处理这些香料 还有把虾子也处理一下 然后把虾子也处理好了 酱汁 prends下来 然后处理完蛋 然后把虾子也加上 放下了 鸡蛋 现在成功了 对 抢虾子也保存了 切成 阿上高的残渣加一碗水 再加上一汤匙酱青 然后搅拌一下 即可以用作虾子的腌料 腌制15分钟之后 把水倒掉 然后用厨房纸把虾子的水分擦干 以避免待会油炸时会过度的油爆 当油温到达150度左右 就可以把虾下锅油炸 我喜欢用这种16cm口径的锅 一来足够的深度 加上口径并不大 不需要太多的油 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油炸效果 油炸时最好用锅盖给顶住 这样可以防止油溅 大概炸一分钟就可以把虾子取出来 然后放到厨房纸上把油沥干备用 有的人会跳过油炸这个步骤 而直接用酱汁煮虾子 我也试过 不过虾的口感没那么爽口 我还是推荐经过油炸这个步骤 会比较好吃一些 接下来换个平底锅 加一点点的油 然后再把香料都下锅 陆续的把它们煸香 辣椒可以迟一点才下 太早下可能会太辣 不过这是水个人喜好吧 把香料都煸香之后 就可以加入调配好的酱汁 当酱汁煮到微滚的时候 就可以加入炸好的虾子 然后把它给煮到入味 再拌炒一下就完成了 把煮好的虾摆盘后 再把剩下的酱汁淋在上面 那么这道好吃的阿上干煎虾 就完成了哦 希望你会喜欢这道料理 也在此呼吁新来的朋友们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给我一些支持和鼓励哦 我先试吃啦 龙王子的酸味和醋不同 它不会呛 而且酸得很自然 酱汁还带点甜和辣味 非常的开胃 你一定要尝试做做看哦 好了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